前輩來到超商外付約取款 正要打開紙袋確認金額數量 沒想到下一秒卻被警方團團包圍 原來派出所所長早在一旁 喬裝成修車廠員工 發現時機成熟 立刻上前收網抓人 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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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時間埋伏員警也衝下來 逃槍鶴令 共犯下車 下來了 手機拿來 拍手 拍手 原來日前一名無形被害人 在短短兩個月被詐騙集團騙了510萬 這才和警方聯手一舉逮捕車手 及兩名監控手 看到警方找上門 嫌犯第一時間還想裝傻 只是話都還沒說完 下一秒卻別扛 假髮掉落瞬間真的好尷尬 原來他也是車手 卻假扮成證券業務員 誘騙被害人付款 沒想到早就被警方鎖定 當場將他逮捕 協同被害人準備假鈔 邀約詐騙集團面交 見蔡姓車手到場領取款項後 立即上嫌逮捕 現場查扣犯罪賬款 及假識別證等物品 警方事後經過逼對意外發現 證明蔡姓嫌犯不僅是車手 更是一名毒品通緝犯 這下身份曝光 終究難逃罰亡 蔡姓玩家為前來新一新北